当然人们的疑虑不是马上能够消除的 怎么才能够打消人们对于开放的担忧呢 应该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邓小平多次从历史的长河当中寻找智慧 运用历史的经验教训 阐释对外开放的必然性 他在多次讲话中曾经指出 说我们吃过闭关自首的苦头 他还回顾了数百年来中国闭关与开放的历史 他说明朝明成都的时候 正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 说明成都死后明朝逐渐的衰落 以后清朝康前时代不能说是开放的 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 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年的闭关自首 如果从康前算起 也有近二百年 长期的闭关自首 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 愚昧无知 应该说总结历史经验 中国长期处在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闭关自首 经验证明 关起门来搞建设 是不能成功的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正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 中国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自豪地说 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了